第八百一十四集 白赫然看到林氏也在府里穿梭忙碌着,不再似从前模样,甚至眉眼间那股子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媚态,都全部收敛了去,反而多了几分坚强和自信。 他颇为安慰,林氏若能撑起誓来,往后白燕雨的日子就能好过一点。 若林氏还是像从前一样,白燕雨以后就是接下这凌王府,只怕日子也会过得十分辛苦。 洪氏若看出他的心思,小声同他说, 养一座府邸可不是闹着玩的,光是每月的花销就是一大笔数目,何况这里以前是皇子王府,规模大不少,下人也不少。 一燕雨在作坊那边转的银子,怕是很难撑得起来。 阿燕,你回头得给他做个主,这府里能遣散的下人先遣一部分,留下来的人够用就行,别太讲排长。 还有,这府里的账目得细查,外头的生意如果也给燕雨,那就更得找可靠的人查账接手,不能再用以前的人了。 不是我不相信以前的人,只是他们从前之所以得用,那是因为上头有皇子镇着,如今主子换成个小姑娘,谁能怕他。 白赫然知道红氏说得在理,这也是他担心的。 凌王府外头有多少生意他不知道,但总归不会少了。 燕雨能不能撑得起来是一回事,就是接手这些生意也是不轻松。 都说奴大欺主,不知道以前这些生意各自的管事会不会欺负个小丫头骗子。 再有就是这座府里的日常维护和开销。 以前之所以能撑下去,一是因为外头有生意源源不断地往府里送钱财, 二也是因为皇子有很高的俸禄,足够他们维持王府的基本开销。 可如今府邸成了白赫羽的,白赫羽却什么都没有,他若不帮衬一把,怕是这座府邸会成为负担。 库房里留下来的那些钱财也会一天一天地花销出去,早晚有一日坐吃山空。 凌王府在外头的生意都有哪些,红依知不知道? 他问红氏,红氏摇头。 我没打听过,但红家是商户,一定会知道。 红家知道就好,他琢磨了一会儿的。 待哥哥落了葬,我就去一趟红府,亲自去请大舅舅帮忙指点,咱们得做到知己知彼,方能百战不殆。 他说完,静止走进灵堂,跪到了白珍珍身边,随手拿起纸钱来,一张一张地扔到货盆子里。 白珍珍看了看他,欲言又止,他拍拍白珍珍的手背,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目光。 白珍珍长长地松了口气,莫名地有他二姐姐在他就安心。 即便依然没有九皇子的消息,但只要白赫然在他身边待着,他就不害怕。 灵堂地面冰凉凉的,下人摆了垫子给他们鬼,但还是冷,就连火盆子里烧纸的温度都暖不了这间屋子。 白铜俭也凑了过来,小声说。 之前大殿下来过,近来哭了一场,看起来悲伤,但实际上就是作戏给人看的。 可没见他的眼里挤出异地泪来,倒是六殿下来了上炷香,拜一拜,匆匆就走了,像是怕沾上晦气。 白赫然皱皱眉,想着这些位皇子,心头也是震震气凉。 算上江月,东秦一共十一位皇子,如今却也没剩下几个了。 大殿下的嗜好是吃,在他印象中,这人只要有好吃的就可以被收买,也可以对许多事情做出妥协,甚至可以违背原则。 只是堂堂皇长子真的就只长了个痴心眼吗? 那是不可能的,不过是立在表面上的人设罢了,能平平稳稳活到如今的皇长子,谁能真当他是个傻子吃货? 二皇子生来博足,在太后身边长大,伙同郭问天造反,死了。 三皇子追杀残害洪旺,被他以毒账封在平王府,虽然最后不是死在他手上,也算与他有关。 四皇子仍在胳膊,是替他去的,五皇子就停灵在他面前,是他的亲哥哥。 六皇子是个很有算计的人,他与之接触不多,前前几次,谈不上交好,却也算和睦。 七皇子他从未琢磨过,说起来这次出事,他才算与那位七皇子有了些交集。 倒是一位心思细腻之人,也向他试了诚意,只是他不知道这诚意含着多少真心,又有多少算计。 八皇子造势,九皇子出城未归,十皇子这会儿不知道是在宫里还是在尊王府,十一皇子应该还在皇宫陪着皇上。 他体身燃了三柱清香,将快要烧燃的香叙了起来,这才转回身跟白珍珍几个说。 我进宫去一趟,打听一下酒店下的消息,也看看宫里的情形。 你们就守在这儿,不要乱走,累了就轮换着去休息,万万不可一直守着,知道吗? 说完,还特地嘱咐白昊峰和白昊轩。 你们两个是男孩子,虽然年纪最小,但也要知道照顾姐姐们,男孩子要有担当,累点不怕。 两位少年点点头,白昊峰说。 然姐姐放心,风儿都懂得。 白昊轩也表态自己可以照顾姐姐,他这才放心起身,又在白燕雨的身上拍了拍,走出灵堂。 这时,凌王府里下人一路小跑到了他跟前,行了礼说。 公主殿下,宫里来人了,说是请公主您立即进宫,有事商业。 皇宫里的气氛也是十分压抑,就连过年时挂的花灯都摘了下来。 虽然不至于像凌王府那样挂满白布白帆,但和宫上下,除了宫墙之外,也是不见一丁点红。 宫人们小心翼翼地伺候着各自的主子们,而他们各自的主子则是落了宫所关起屋门,三三两两地聚在一处,说着当年李贤飞和白昊炎的野文八卦。 比起已经被剿灭的郭问天来说,李贤飞和白昊炎的故事似乎更能吸引他们。 有人回忆起当年李贤飞年轻的时候,想起他狐获众生,一双眼睛就像狐狸似的勾人魂魄,更甚至还有人说。 何止是皇上,就连当初宫里的侍卫和太监见了他都移不开眼睛。 我记得有一位新入宫的小贵人,第一次见着李贤飞就直了眼,再后来便念念不忘,到最后甚至连皇上都聚了,就一心一意地挂念着李贤飞,最后郁郁而终。 所以说,那李贤飞就是个妖精,不管男的女的,老的少的,包括太监。 那这么说,这事不怪文国公,是李贤飞勾搭的?不是说太后从中做了梗吗?为此,那天赐公主还把太后给杀了? 天赐公主真可谓是一手遮天啊,一国太后说啥就给杀了。 本宫瞧着皇上也没有办丧的意思,尸体还停在得服宫呢,你们说,总不能一直停着吧? 不能不能,有位娘娘摆摆手。 太后到底是太后,不管皇家关起门来关系如何,也不管这里头有多少弯弯绕绕,恩恩怨怨,但总归还是要给天下百姓一个交代。 所以,这丧礼该办还是得办,但不是现在办,现在最首要的还是那五皇子的丧事。 还有,九殿下还没回京呢。 白赫然走在皇宫里,工人一路把他往清明殿领。 江月不做太监了,于本也押去了阎王殿,现在出来接他的这个小太监,据说是新来的,以前也没怎么见过。 他没心思合计皇宫里什么时候来了个新太监,这个新太监又是凭什么本事,一上来就可以做皇上的进士。 他脑子里一直在想,九皇子究竟去了哪里,为何君慕林都回来了,他却到现在都还没有消息。 还有,不是监殿的人送他出城的吗,怎么和监殿也失了联系。 天和地在清明殿等着他,同在的还有君慕林和江月。 江月跟君慕林并排坐着,见白赫然来了赶紧起来让坐,转而坐到他对面去,坐下来就说。 师嫂,你总算来了,九哥到现在都还没回,时刻说要去找他,我跟父皇这儿正压着呢,没让他动,就等你了。 白赫然冲他点点头,先快步上前向天和地行礼。 老皇帝一身疲惫,面上尽是眷容,见到白赫然来了,倒是松了口气,抬抬手说。 好孩子,不用跟父皇这么客气,快坐,听说你回了天赐镇,那边如何,没出乱子吧。 白赫然摇头。 父皇放心,天赐镇一切如常。 他没起来落座,还是跪在地上。 阿然向父皇请罪,我对云豹咬死了二皇子,他虽是只畜生,但也是我养的畜生,所以他的罪得我来背。 父皇若要责罚,阿然怨领。 这话一出口,坐在一边的君木领先拧了眉毛,他挑起眼皮子看向老皇帝,虽没说话,但是父子怜心。 老皇帝就冲着他这眼神就能看出这个儿子心里是个什么意思。 那意思是,怎么着,你还要因为那该死的老二治我们家阿然的罪,你忘了这个国是谁救的。 老皇帝心里头一想,下意识地就打了个哆嗦,赶紧就到。 这说的是什么话,那个孽畜既然能做出这等事来,结局就只有一死。 说到这里,叹了一声。 唉,罢了,都过去了。 白鹤然没在说什么,默默起了身,说请罪也不过就是走个过场罢了。 云豹咬死了二皇子,他总要亲口跟老皇帝说一声,不能让人挑出错来。 但若老皇帝真的因此而治他的罪,他也是要翻脸的。 那个人杀了他的哥哥,只让云豹咬死,算是便宜他了。 天河帝在龙椅上坐了几十年,早就坐成了惊,又岂能不知白鹤然心里是怎么想的。 但他不想过于干扰白鹤然的性情,他需要这样一个女子站在他最忠义,最寄予厚望的儿子身边。 如此,他才能在百年之后放心地将这个皇位传下去。 君母领冲着走过来的小姑娘伸出手,小姑娘将自己的手自然而然地就递了过去。 但落了座便同他说。 你想自己出城去寻,太冒险了,我知你本事大,知你心气高,但你别忘了,咱们俩最初相遇时,就是你孤身一人被人算计。 所以,纵使一高人胆大,也总有马师前提的时候,对方能伏击你一次,就能伏击你第二次,万不要存了侥幸心理。 那你说,该如何? 他听出他话里意思。 读着我不让我一个人去,你的意思是,要同我一起。 然然,九哥很有可能遭遇嫡妻了,你随我一起聚,谁有八九也要陷入其中,你怕不怕? 他笑了开。 我有什么好怕的,二十万敌军都打了,我就不信外头还能再有二十万人出来。 君母领,我以前就说过,今后不管发生什么事,也不管冒多大风险,我都想要同你站在一起,一起面对。 家宅内斗我不怕,战场杀敌我也不惧,大不了咱们打不过就跑。 我就不信,这一身本事到最后连逃跑的能力都没有,那我真的就是白活了,死了也不冤。 十皇子哈哈大笑,进而看向他父皇。 哈哈哈哈哈哈,怎么样,老头子,我说得没错吧? 天和地点点头。 知他,莫若你,知你,也莫若他。 江月拍了拍手,颇为感慨。 十哥十嫂,这还未成夫妻呢,就已经同行同德至赐,真真是叫人羡慕。 十嫂你是不知道啊,你没来之前,十哥就说,要么他自己先走,悄悄地走,否则一旦让你知道,你必会提出与他同行,一起去面对所有危难。 这还真让十哥给说着了,从前,我虽然羡慕夫妻同心,却从未动过任何心思。 但今日,再见到你二人坐在一处,我真是生了,想讨个媳妇的想法呀。 就是不知今后我所欲之人,是否也能如十哥十嫂这般,败一手同心啊。 说完,看向天河地。 父皇,给个话吧,让不让十哥十嫂去? 九哥的事不能再拖了,监店的人也指望不上的,这事只能十哥出马。 朋友们好,我是本书男主君慕临,对,没错,就是被白鹤染迷的神魂颠倒的那个没出息的。 希望在大家的支持下,我能反转地位,成功逆袭吧。 鲁青竹播讲。 鲁青竹播讲。